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类是打折计划 如果你想要就医就一定要购买保险 否则可能会收到天价账单 对比来看 如果没有购买牙齿保险 一次普通的洗牙都需要几百美金 而购买保险后 常规的检查和定期洗牙往往都是免费的 如果需要其他的 比如补牙 更管治疗等治疗 费用也会低很多 所以想要看牙的人 购买保险一定是相对划算的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购买牙科的保险 你需要主要了解的信息 第一类 牙科保险 Dental Insurance 选择保险的时候 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Copayment 挂号费 这是每次看医生都需要支付的费用 Deductible 自付额度 自己支付的金额达到规定的额度之后 保险公司才会开始赔付 CoinSurance 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共同支付 投保人自己需要承担部分费用 Out of pocket maximum 一年之内投保人支付的额度 Maximum annual benefit 保险公司承担的最大额度 不论什么公司都会有很多种保险计划 简单来说 一个月支付的保险金额越少 你的自付额度和自付比例就会越高 保险公司承担的比例会越少 反之 你一个月支付的保险金额越多 那么保险报销的额度就会更高 而你的自付额也会更低 不过很难有一个完美的保险计划 我们在购买时一定要提前想好自己 可能会需要哪些治疗 然后有针对性的查阅 对比一些不同的保险计划 查探能否报销你需要治疗的项目 举个例子 有些同学牙齿健康 从来没有什么牙齦肿痛 或者牙齿发炎和牙齿酸痛的问题 那么他们购买保险 只是为了可以能每年做定期的常规检查 和清洗两至三次牙齿 这样的话 只要选择一个价格比较便宜 能包含常规的检查保险就好 但是有的同学可能知道自己的牙齿不太好 经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希望得到治疗 那么就应该选择赔付额度比较高的保险 虽然投保的时候支付的价格偏高 但是之后在治疗的时候就能节省一大部分钱 第二类 牙科的折扣计划 Discount Dental Plans 牙科的折扣计划 主要适合那些需要在牙齿上大动手脚的同学 比如说有的同学需要整牙或者是直牙 这一类属于大型的手术 费用也很高 动辄几千美金 甚至可能上万 这时候可能普通的牙科保险赔付的额度就不够了 为了在这种大手术上省点钱 可以选择购买折扣计划 折扣计划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随买随用 各种治疗项目都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 这也适用于一些短期留学的学生 如果你只需要一次洗牙 不想购买一年的保险 那么你也可以在预约医生前先购买一个折扣计划 这样就能节约不少费用